警方攔下男子 要他把身上藏的東西 通通澆出來 果然一包一包的白色粉末 引起所有人注意 一共十五包 正想上銬 把人帶回警局再說 只是這時男子嬉皮笑臉的 要遠景先驗一下再說 結果一打開 聞聞味道 發現不對勁 這些塑膠夾鏈袋裝著的 竟然不是毒品 而是糖果粉 桃園遠景日前網路巡邏 發現一名男子不斷在社團上 PO出文章 說有貨要賣 還說出各式各樣的毒品代號 警方立刻掌握線索 十八號晚間接獲通報 他正要與買家交易 上前盤查 要逮人 到處炫耀說要賣毒 結果竟然凶糖粉冒充 警方也都傻眼了 這已經涉及詐欺罪 但他公稱因為找不到工作 又缺錢花用才會動歪腦筋 以為用看起來類似粉末賣 能賺到大筆現金 幸好這回先被遠景攔下 波澤如果真的賣出 恐怕替自己惹來大麻煩 TVBS新聞 廖宗慶 線輪桃園採訪報道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